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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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赋 血索人徒 回合开始的时候可以获得血咒的状态 本回合进入对战的行动结束时会消除血咒 血咒的状态之下受到致命伤害时可以免除死亡 死亡的时候自身气血会恢复20-50%的气血 这个时候会获得屠戮的状态 一次战斗只能触发一次 一场战斗 血咒是可以伤害跟免伤提高10-20% 那对战之后呢恢复的恢复伤害数值25-50%的气血 老实说还蛮不错的 伤害跟免伤提高 然后对战后又恢复伤害数值的25-50%的气血 那吐露的话是无法护卫队友 主动攻击对战后可以造成一次固定伤害 固定伤害物攻的50% 但是呢目标气血低于50%的时候 这本次固定伤害会翻倍 然后另外也是下一次主动攻击对战后 触发消耗不可驱散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先免超的状态 如果现在是吐露的状态之下呢 就不能护卫了哦 好 不过有血咒 这可以触发免死啊 这一点也还算不错 也还算不错 但只能触发一次了 好 再来是分天斩 对范围内所有的人造成0.5倍的伤害 然后并 击退目标两格 诶 还可以接受 击退也还可以接受 然后击退路线路被阻的话 施加疲弱的状态 OK 然后这是一个直线5格的AOE 好 再来血咒锁链 攻击当个敌人造成0.3倍的伤害 将其拉向自身4格 自身4格 OK 然后施加嘲讽状态持续一回合 那嘲讽的状态是只能选中施加者 对战前辈施加乱神2 持续一回合不可驱散 施加者死亡后消失 那对boss boss是不能动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施加嘲讽吧 应该是可以 只是你拉不过来 好再来 技能被动 奋勇 自身气血高于80% 回合开始的时候 可以获得防卫的状态 防卫可以免伤提高20% 代替两个内的友方承受攻击 哦 加上天赋 诶其实免伤 加了蛮多了哦 好再来这招是鬼明箭 OK 對方圍内所有敌人造成0.5倍的伤害 施加禁寥状态 这个也蛮实用 禁寥 哇 那 我觉得就是pvp如果有仙女超 是不是会很急手呢 好像也还好 因为如果敌人 视频有带禁寥的话 就没什么用 不过这个 没有说不好啊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好再来 断统长 这是200块的图案 蛮可爱的 这个小彩蛋 消耗自身 当前气血量20% 攻击当个敌人 造成1.8倍的伤害 对战前施加禁寥 那 跟失缓2的状态 那持续两回合 行动结束的时候 可以获得屠戮状态 那屠戮就是无法护卫队友 可是你主动攻击的时候 又可以造成一次的固定伤害 不过一样 7DG消耗3点 那这个就要看状态了 因为又消耗自身气血 然后会1.8倍没错 可是 后面的应该 嗯 增加的debuff 嗯 我觉得 还是要实际用过才知道 可是还是实际用过才知道值不值得 万一铁卫 千本操作的气血是很多的 那可能可以用 说不定不会很吃力这样 因为我会蛮担心它的血量的啦 好 好 再来它有阵法 鬼民厌狱症 而且 有趣的是 它是打羽絲跟咒絲 诶 这几 这两个礼拜 公告的旋语 还有 云香 刚好是咒絲跟羽絲 嗯 这么刚好 好 那 最主要是气血高于70%的时候呢 伤害跟免伤提高8% 看起来就是 那个铁卫症 铁卫症专用的 就龟症专用的 因为免伤又伤害提高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啦 哼 好 那竟然组合有建议齁 我们看一下它那个 推荐魂石 裸鬼跟头狼喔 哦 竟然不是咒絲兵 裸鬼 因为大部分都要主动攻击 对不对 对啦 所以装头狼或是裸鬼 蛮合理的 因为主动攻击可以 那个有 那个 那个 这个屠戮的状态齁 可以让 对手再增加固定伤害 主动攻击嘛 那搭裸鬼就很适合了 嗯 没错 好 好 那技能组合有 血咒、锁链、奋勇、奋天斩 然后 鋼猎破、四杀 断终斩 然后 鬼名剑、狂怒 断终斩 不过这个喔 还是要 实际用用看才知道啦 目前就是参考就好了 好那本次的 蝎云超 技能的介绍就到这边啦 那喜欢我的频道 请按一下 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IGFB 配取BBBB 还有Discord 感谢各位 敬禅的收看 拜拜